像今年年初是告我嘛 那她的脸书跟YT的追踪 比我多十倍以上 这可受公平的事就是她告我 然后像716有行的那个小女生 她不是也把她照片直接拿出来公身 两位跑到去呛郭台铭 然后就被那个陈志涵拿出来骂 所以她就是要么就是骂女生 要么就是骂比她小的人 或者是追踪人数比她少的人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她聚集起来 因为她现在还是直播很多人看 她聚集起来的那群人 就是一群喜欢克赛 然后狐家虎威 以大欺小的一群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是社会上很 很邪恶的力量啦 她先挺这个韩国瑜嘛 韩国瑜去跟她直播嘛 那直播之后发现 韩国瑜选上了她好像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开始骂她了 然后骂她了之后呢 开始转而挺民进党嘛 是 然后这民进党的支持者很妙啊 就非常的团结你知道吧 就听她这样讲 哇真的是讲到他们心坎啊 国民党有够烂啊 舔共啊 对 挺绿的支持者呢就 哇 馆长你这样子真的是民族英雄啊 抗共的先锋 对就买她电商买到她赚了在赚翻了你知道吗 哦真的哦她真的赚很多 她赚翻了真的赚翻了 她靠骂国民党 舔共骂那个大陆你打过来要请中共吃飞蛋 有没有 然后那时候多么的挺绿啊 你去看韩国瑜的演讲 然后把韩国瑜的声音关掉 就你不要看她讲什么 你只要看她的动作跟她的表情 你就觉得她讲的超好 韩国瑜当上市长 那个时候真的差超多的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妳差超多 那个时候办那个灯会啊 那个灯会的灯真的都超爆炸烂的 就是 你是说韩国瑜当市长的时候 对 对因为他们 她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找的文化局长还是谁 反正就是 是她的老婆的姐妹涛的先生之类的 就是那种仇庸的职位 我就不是真的很适合当文化局局长的人 所以她就是反正上任之后 所有议文活动都乱办 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右腿断了 那我右腿断了之后呢 我那一年有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我2013年要打全运会三打 然后我代表台南 我的户籍在台南 然后那时候那个赖清德他是 时任的台南市长 然后我们台南已经很久没有拿金牌了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的带队教练 就有问这件事情 就说 那台南有没有机会拿金牌啊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 我差不多要冠亚军了 是 然后我们那个带队教练就说 很有机会 陈丁兄就说 如果拿冠军 他自掏腰包10万 哇 那很用心耶 我那时候听了就 虽然我压力很大啦 所以听到10万我也没有特别开心 我后来就 也算传奇的一战啦 我腿断了我还打冠军嘛 哦真的哦 对啊 我拿下 好帅哦 不见一年啊 对对对 那因为基本上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可能赢啊 对啊 腿都断了 对那所以 那一 那一场比赛是 大家是被我 真的是被我 碾压 是 大家觉得说什么 什么怪物啊 是因为10万块的关系吗 10万是最后才 最后才知道的 后来呢 这个 我们秦爹兄呢 还有就是办一个 奖励选手的晚会嘛 嗯 那我就没去了 因为我比较孤僻嘛 我就没去了 然后后来秦爹兄又跟 我们台南的这个 体育会说 我这么好的选手 怎么没有补助呢 又补助了10万给我 哦真的哦 就用补助营养金啊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对 他说哎那个 这这么好的选手怎么 营养金怎么没有博给他 对 我说哎呦 这个秦爹兄还蛮关心的耶 对啊 哦所以我从那时候 对他的印象就不差了 我排名就是灌老板的 那个死样子啊 嗯 然后柯文哲就是在医院的 那种臭老男女 我从后到尾我就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骂陈之汗 就像me too事件啊 民进党不就是已经 赖青的站起来跟大家 鞠躬 说他们会开启性评课程 他自己就会去上 嗯 结果柯文哲说什么 柯文哲说你们民进党不要再骂我了 你们司法迫害 国民党根本没回来 国民党是傅坤其被爆 有迷途事件嘛 嗯 那时候朱学恒嘛 朱学恒也有啊 他是他就是 他现在又出来了 对因为他 然后他的支持者完全不care 坦白说我觉得侯友宜 柯文哲跟郭台铭 最后还是会整合 嗯 我认为还是会 可是 郭台铭不是玩自己的吗 我觉得几率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心中有一个 很明确的理念或要做的事情 其实你都看得出来 没有政治立场也看得出来 对啊 他们就是想要下架民进党而已 对 我跟你说月亮裤其实是台湾 是说他用的那个布料 是台湾生产的精能布料 他很厉害 因为女生生理期不是 有时候卫生棉如果结不够 或是棉条结不够 他会露到裤子上嘛 嗯 我突然又开始卖月亮裤了 摸起来跟正常的内裤一样 可是他可以吸收很多的鞋 所以他不会撕到裤子外面 而且他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他不会制造垃圾 格斗界很多不正常的人 但是他是唯一少数几个 算正常的人 就像陈志涵 他在短短的四年之中 从反共反成那样 变到现在叫郭台铭郭爸爸 然后叫柯文哲柯老大 没有他之前就说什么 中共啊来的话 我要让你吃飞蛋啊 你们什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大家说 那如果现在打仗了怎么办呢 他说要打仗啊 你们去打啊 你们会帮我缴房贷吗 像陈志涵像柯文哲 真的柯文哲也是这样 像朱学恒 这些这样子的人 他就是 其实说真的 连绿营里面也有一些 粉砖的人是这个样子 他提出非常 强烈的仇恨 让很多人可以聚集在一起 真的是职业伤害 就像我一开始四月 我们决定要开始解密柯文哲的时候啊 我还有一个账号 我就加入了一对民众党的群组 跟社团 真的超痛苦的 就是你看完会觉得说 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 像陈志涵 很多人跟他吵了之后 你吵完了 喝好了 又赚一波流量 那说不定哪一天 你后来 你也跟他直播和解啦 然后那天就有流量了 那我拜托你杀了我吧 我预计那个十月底 会办我们内湖南港这边的 竞选办公室开幕的活动 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欢迎大家按赞分享加订阅 谢谢到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天